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前来报案 张农听到有命案不敢怠慢 急忙向局长汇报了 公墓里的命案 局长觉得这事一定有鬼 于是决定亲自赌办 随后 局长就带着警员们来到了青龙山公墓 这个青龙山公墓地处城乡结合部 平时有很多祭奠亲友的人进进出出 在赵四的带领下 局长他们来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 远远看去一个男人两面躺在地上 而周围没有血迹和打斗过的痕迹 局长观察片刻后 就让二虎上去检查尸体 结果二虎说这人是被吓死的 局长听得非常吃惊 一个成年人居然能被吓死 然后另一名警员在不远处的一个墓碑前 发现了一把铁锹和一根鞘棍 看样子是盗墓怎意留下来的 局长立刻推测 这个被吓死的人应该就是盗墓贼 他昨晚准备到群墓室财物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些什么 最后就被吓死了 看样完现场后 局长就命令手下将尸体带回去 进行进一步尸检 回到警局 张农很快就查到了死者的身份 的确是一名挖掘坟墓的惯犯 至于死因也如二虎说的那样 死前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最后导致心脏骤停 然后案子就没有其他线索了 直到三天后又有人来报案 傍晚人叫做铁柱 他前几天梦到已故的老母亲找他要钱 于是年夜来到青龙山公墓给母亲烧纸钱 就在这时 他听到身后传来沙沙沙的声响 转头一瞧 直接树林里晃晃悠悠走出来几个恶鬼 一个个青面鸟牙 两眼翻白 挥舞着手臂就朝着铁柱扑了过来 好在铁柱的职业是人力车夫 他腿脚有力 横冲直撞就逃了出来 最后张农又走了一趟青龙山公墓 这一次张农仔细询问了守木林赵四 最近这段时间除了前来祭拜的人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特别是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赵四表示自己年纪大 晚上脑袋晕晨晨的 所以外面发生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张农继续问 铁柱他母亲的35号墓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赵四想了想说35号倒没有什么 不过旁边的37号墓的家人倒是挺孝顺的 每天都有人过来祭拜 说完张农就来到了37号墓附近检查了一圈 看样子是一户条件不错的人家 因为墓地站得很大一块地方 打扫得非常干净 接着张农发现了一个问题 据赵四所说 每天都会有人来祭拜 可墓碑周围却不见任何败祭的物品 晚上张农带着一组精干队员 埋伏在青龙山公墓内 一直蹲守到后半夜 只见有个人影打开了公墓的铁门 张农第一反应 这人肯定有问题 于是偷偷跟在那人的身后 可是那人再转过一个弯后 就像是不见了 而他休士的位置 正是37号墓 记得张农感到疑惑的时候 身后传在一阵沙沙的声响 转头一瞧 只见树林里走出了几个 青面鸟牙的恶鬼 埋伏的警员 见张农有危险 急忙掏出手枪 准备射击 而张农大喊一声 别开枪 他们是人 接着一个警员拿出了一张鱼网 瞬间将这三个装神弄鬼的人 给擒住了 就在张农对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37号墓的石碑被挪开了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从里面探出头来 下一秒 张农一个箭步跑过去 用枪抵住了他的头 下到墓室里面后 张农发现了一个电台和一些炸药 经过一番据讯 那人全部交代了 他是敌方特务 因为墓地人烟稀少 不容易被暴露 所以他们在37号墓下面 修了一个暗室 用来存储炸药和传递信息等 敌特活动 而那些轻面鸟雅的恶鬼 其实就是特务头子 给他们注射的一种药剂 这药剂会让人失去理智 并且皮肤也会变成绿色 晚上敌方特务 在传递讯息的时候 这些轻面恶鬼 就会在墓园周围游荡 让人不敢靠近 最后局长将这些人 送到了研究所进行了救治 最后还将这个案子的卷宗 放进了绝密档案 永久封存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